与愿起近年饱受直肠癌的折磨 没想到努力抗癌的他仍不敌病魔 于21日病逝 享年39岁 而肠癌和生活饮食息息相关 许多民众都知道 平时要尽量避免吃过多的红肉或加工肉 高脂饮食、吸烟等习惯也会促进大肠癌的折磨 不过有医师就透露 曾遇过病患没有这些习惯 但仍罹患大肠癌 并曝光病人的日常一习惯 大肠癌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嘉医科医师陈欣梅在健康2.0表示 先前曾遇过一名身材微胖的40多岁女性患者 到诊时透露自己确诊大肠癌第四期 正进行治疗 而期间他透露自己饮食习惯 摄取不多红肉制品或加工肉类 也不遇不久 进一步询问发现 该名患者每天都会喝一至二杯含糖饮料 陈欣梅指出 每天摄取大量高糖的食物 容易让身体血糖过度增大 进而引发胰岛素阻胖 另外该习惯导致脂肪大量囤积也会造成身体慢性发炎 上述两者情况都和癌症相关 他解释 糖跟癌症关联性在医学界讨论多年 现代人摄取精致糖的积帅提高 可能会让身体潜在的癌症问题爆发 陈欣梅透露 当时病患反问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喝吗 也让他反思 喝含糖饮料这件事 普遍在民众心中已经习以为常 因此认为含糖饮料不是影响关键 但若想减少糖引起的并发症或身体风险 则可以透过调整手摇饮中的糖分来一步步改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